ODIA JUNGLE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日在哈萨克斯塔首都阿斯塔纳表示,作为对英国驱逐23名俄外交官的回应,俄罗斯一定会驱逐英国外交官,但是,拉夫罗夫没有透露。 更多有关驱逐英国外交官的情况,3月17日新华网,据英国媒体报道,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3月4日,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婚礼,因警方说,两人中了神经毒计,英政府则称,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。 之后,英国驱逐23名俄外交官,再之后,俄罗斯也打算驱逐英国外交官,其实,英俄户区域外交官不是办法。 调查清楚神经毒计的来源,才是知本之策。首先应该搞清的一个问题是,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,是否真如英国警方所说,两人中了神经毒计,如果中了神经毒计,神经毒计是从哪儿来的? 中毒过程是如何的?后续救助和安抚情况如何?诸如此类的问题。 第一,英国方面应该有个明确说法。第二,英国政府称,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,极有可能只能说是有可能,但还不能确定,既然极有可能,那就应该说出极有可能的理由。 一二三四,子丑烟卯,那就应该将极有可能,变成就是俄罗斯干的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俄罗斯心服口服,也才能让国际社会心服口服。这个方面,也应该由英国方面提供证据。 第三,英国在没有确定神经毒计与俄罗斯有关,甚至就是俄罗斯干的的情况下,就采取了驱逐23名俄外交官的做法。有些鲁莽,这既是对俄罗斯的不公平,也是对俄外交官的不尊重。 第四,整个事件似乎都是英国在说,在做,占据完全主动,难以令人信服。一者,英国要这么说,这么做,肯定要有理由,要有证据。 二者,既然俄罗斯提出共同调查事件的起因经过,来龙去脉,那么,英国方面应该配合,而不应该拒绝,就是论事。 在神经毒计这件事情上,英国的处理方式确实欠妥,如果真如拉夫罗夫所说,俄前特工中毒事件,是英国最新的反俄举动,那是英国和俄罗斯基院已久的问题,那要另当别论。 不过,作为第三方,龚众还是希望知道真相,希望英俄双方能够共同调查,拿出一个精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。 世界需要和平稳定,不需要动荡和混乱,和平稳定的环境,需要大家共同维护,有话好好说,有事好商量。 人类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,地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,只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,都爱护我们的家园,都把人类的命运系在一根绳子上,我们的家园才能更加和谐,更加美好,我们生活的环境,才能更加和平稳定,美丽如画。 毛开